叔叔 宝宝的游乐园呢 想着下班把人送回去 蓝忘机的赶紧把事物处理完 他让人自己去玩 忘记了一件大事 听到质问 蓝忘机一时说不出话 这几天他心情不好 尤其是看到办公室一角的游乐园 就更容易回忆一些事情 脾气就更糟 所以 哦 他把小家伙的游乐园拆了 那个 蓝忘机咽了咽口水 深吸一口气 宝宝的游乐园太 太旧了 叔叔打算给宝宝换个新的 所以就拆了 真的吗 叔叔要给宝宝换一个更漂亮更大的游乐园吗 小家伙哪能看懂叔叔支支吾吾的尴尬 一听说有新的游乐园 高兴得一蹦三尺跳 叔叔 更大的游乐园什么时候才好呀 他的眼睛如秋式般澄澈 灵动中透露出一种无邪的纯真 仿佛在映衬着大人的谎言 蓝忘机感到羞耻 很快就好了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是多少天呀 叔叔 蓝忘机伸出一只手 张开 五天 那宝宝五天又来找叔叔 不不不 宝宝 你不可以再一个人来找叔叔了 太危险 坏人把你抓走 你就看不见爸爸了 知道吗 无知者无畏 小家伙撅着小嘴 逼着脑袋 不高兴啊 叔叔就是不想宝宝来玩 蓝忘机 被看透心思的酒 他俯下身体把人抱到沙发上 拿来了iPad 宝宝 叔叔不是不让宝宝来玩 因为再过五天 就过年了呀 叔叔公司放假了 这整一栋楼都没有人在 那过年 叔叔回我们的家 好不好 我们和爸爸一起过年 放鞭炮 还有烟花 楼下有好看的灯看 行吗 叔叔 这番话 让男人心头一阵酸涩 他本来也是这么计划的 除夕那天 把卫英和宝宝一起带回家 如果母亲不接受 那他就带着他们回到自己家过年 反正不管母亲同不同意 他都不会和卫英分开的 他若同意 蓝家会多两个人 他不同意 那蓝家就少一个人 可是 卫英没有给他答案 切直的是 让他明白了 一直执着的人 只有他自己 宝宝 叔叔 给你放好看的动画片 看完了叔叔带你回家 蓝旺鸡没有再回答他的问题 手指在平板屏幕上滑动着 垂着的眼眸透着几分落寞 卫英下班后 特地去了菜市场买了菜 买完了才惊觉 他挑的全是蓝旺鸡喜欢吃的 回到家 他一股脑把这些食材 全往冰箱里塞 仿佛是怕被人窥见心思般 楼下 蓝旺鸡牵着魏念西的小手 不进单元楼 到了电梯口 蓝旺鸡突然迟疑了 宝宝 我按好电梯 你自己上去好吗 不要 小家伙一听叔叔要跑了 小手把大手拽得更紧了 宝宝怕一个人坐电梯 电视里电梯坏了 然后掉下去 人就死了 再也看不见爸爸和叔叔 蓝旺鸡 我信你个鬼 就你这滔天的胆量 还有你不敢的 况且 哪有这么倒霉 你一个人单枪皮马杀到公司去 这一路安人无恙的 一回家 坐个电梯就出事了 哪有这么邪门的事 为应发誓 他职业生涯中 哪怕是第一次进手术室 都没有这般紧张 怕错过了什么 他还把门敞开着 只要电梯一响 站在玄关处的人 正想着 咚的一声 身体比脑子诚实 脑子还没做出反应 脚以一步踏了出去 电梯门开了 满眼期盼的谋涩 瞬间暗淡了下去 魏医生要出去吗 魏叔叔好 原来是木暮和木暮妈 哦 不出去 小家伙去玩了 还没回来 我等他呢 魏英笑得尴尬 那个 我先做饭 怕人再多问 魏英找了个理由 躲回了屋里 木暮妈孤怡 怎么感觉魏医生怪怪的 跑得这么快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毒蛇猛兽呢 魏英躲在门口 深吸了几口气 回过神 觉得自己这行为 实在是窝囊的可笑 他摇着头 自嘲笑着走进厨房 继续逃着那已经逃了N次都快被搓烂了的米 但耳朵还是竖着 不多时 门之一声响 某人浑身一阵机灵 爸爸 爸爸 我把叔叔带回来了 蓝忘机 他想说 他是被小妞强迫着垃圾屋的 有人相信他吗 魏英手上的桃米水都没有擦干 就这样走了出去 四目相对 都下意识在彼此的身上扫了一遍 浅眸微靡 小家伙没有说谎 是瘦了 那样宽松的毛衣穿在身上 也遮不住瘦骨缩冷 这人 到底有没有好好吃饭 心脏隐隐作痛 两人相望着 都没有说话 该说什么呢 总不能说 好久不见 最近忙吗 其实 也没有多久 但又好像过了好久好久 久到彼此如梗在喉 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说些什么 小姑娘看看爸爸 又望望叔叔 明白了 他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吵架 老师让他们和好时 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怎么办呢 眼珠子一闪 想起老师的做法 他拖着叔叔的手 朝着爸爸走去 然后又牵起爸爸的手 把两只手叠放在一起 爸爸 叔叔 你们牵牵手 就和好了 不要再生气 行吗 指尖触碰那一瞬 卫英有落泪的冲动 他低下头 努力压抑着热意涌上眼眶的冲动 拦望机垂眸 目光落在毛绒发底那一个悬窝上 并一直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收紧 哎呀 怎么他们还不说话 操碎心的小家伙 都快被他们急死了 脑瓜子一闪 突然灵机一动 爸爸 叔叔今天忙了一天 都饿了 他还把你的宝宝送回家 我们要请叔叔吃饭 好 拦望机的拒绝消失在那一声好中 他愣愣地望着眼前的人 心情复杂 他既高兴某人没有逃避 可又对某人若即若离吊着他感到微微的愤怒 他越来越猜不透这个人的心思 自己提分手时 他没有挽留 也没有一句解释 既然不爱了 现在又为何满眼于情未了的眼神 给他看得见 却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希望 诱惑自己再一次不顾一切飞蛾扑火 到最后 未结痂的伤口再次鲜血淋漓 拦望机用力闭了闭眼 睁开时 浅琉璃色的眼眸 只剩下清冷的淡然 开口时 声音也是淡淡的 不用了 王妈煮了饭 我回家吃就行 未应嘴角的一丝笑意彻底僵住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王妈就是专门照顾下课的保姆 他回家吃饭 心脏像被力气划过 很痛 可未应知道自己没有含痛的资格 因为没有人会在乎 他微垂下眼见 滴滴婴儿一声 好 谢谢你送宝宝回来 给你添麻烦了